廉書罕有地安排大約40名退休 或者現職的高層接受訪問 在70年代的香港 向公職人員賄賂送禮奎贈非常普遍 甚至有時聊天後 我太太何時生日 或者我剛搬來香港有宿舍 很快就會有一些漂亮的傢俬 地毯、酒、禮物送到那裡 1973年當年被揭發貪污的總警司葛柏 潛逃回去英國 引發大批市民上街 高舉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橫額遊行 英籍高官基達已辭職歷間港督反貪 他很努力讓政府的公立 知道有些事需要做到 很緊張的 沒有人很準備好聽 所以後來很努力 一段時間 我丈夫說 正好 這就是我離開了 輿論令到當時的港督麥利浩 意識到腐敗會影響管治 決意反貪 委任了基達 執掌獨立的廉政公署 獨立的意思是說 他在政府架構以外 變成我們是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這就是保障了 當我們需要做調查的時候 就算是涉及高官 我們心裏不需要有什麼的顧忌 廉署成立三年之後 幾千名警員包圍廉署毆打調查員 引發警廉衝突 當時的港督為了穩定 班寧除了嚴重貪污 已經被調查或者潛逃海外的疑犯之外 其餘人士在這個日子之前所干犯的罪行 一概不追究 我當時的心情非常憤慨 我們在家看著電視機 我就挖一聲 就是哭不起來 透過這個特色令 是會有幾十個個案 是要放棄不再跟進的 這片段中有提及 湯顯明是首位卸任 和被調查的廉政專員 也有提及前政務司司長許舍仁 涉嫌的貪污案 無線電視機者 詹纏詠報道 無線電視機者 詹纏詠報道 谢谢大家